HELLO 大家好,我是五位47 歡迎來到五月中的Game Pass更新時間 這次的更新總共增加了十個新作品 還有兩個遊戲來到的新平台 在這介紹影片中,我會以我的觀點出發 將自己覺得最有興趣也最想推薦的排在前頭 不過我相信各位也能在其他的遊戲中找到樂趣 所以都會一一說明 完整的清單會放在影片最後面還有下方敘述裡面 就讓我們開始吧 這回的第一款遊戲就是之前在介紹H.IO的影片中 有提到的Vampire Survivors 這個帶有Roguelite元素的像素彈幕遊戲 讓玩家透過不同的能力和武器 努力地消滅遊戲中一波波成群結隊的怪物們 試圖生存下來 明快的節奏和吊寶的機制很容易讓人想要再來一場 接下來是另一個像素風 但相較之下非常可愛的Little Witch in the Woods 這遊戲的主角是魔法師學徒Elly 在她成為正式女巫的路途上 她必須要到一個村莊去幫助其中的村民 透過你在魔法學院所學到的知識來協助他們 並且讓整個世界變得更美好 過程中你也能和遊戲裡的居民結交朋友 去瞭解他們的故事 除此之外還有眾多的活動在等著你 這遊戲有著畫風漂亮的像素人物圖 這種對話也非常有趣 是喜歡這類型的觀眾值得體驗的一款遊戲 要注意的是現在還在搶先體驗期 將會隨著更新增加更多功能 以及修復現在有的BUG 目前這個遊戲在XBOX上只有英文 但是預期會隨著遊戲開發 將Steam上面有支援的中文更新到XBOX版本上 再來 色追赤紅末世代特別版 是一款充滿奇異色彩的攝影動作遊戲 設定於一個復古未來風的末日都市之中 主角是一位送貨員 工作人物需要拍攝各個地方的指定相片 在這看似普通卻充滿危機的日常生活中 捕捉這無望世界的每一瞬間 遊戲會基於你相片的構圖、顏色和內容 來給予對應的金錢平分 透過解開相片賞金就可以進行到下一個關卡 而額外的任務則可以給玩家更多的相機裝備和功能 這個遊戲創意程度非常高 相機可以調整的設定也如同真實的一般 是喜歡玩攝影模式的玩家可以大展身手的特別體驗 一半是恐龍養成 一半是管理模擬器的《諸羅技世界》 進化2 這次也來到了XGP上 二代續作具有全新的主線故事劇情 電影中的經典角色會回歸和玩家一起合作來管理恐龍 黑鷹也都是由原本的演員來擔任的 除此之外還有新功能和遊戲模式混沌理論 也包含了多種新恐龍 來考驗玩家的管理能力還有面對挑戰的反應 接著是Her Story 一個全動態影像的互動小說遊戲 故事圍繞著一位被警方盤查了7次的女性 玩家需要透過所聽到的關鍵字搜索影片資料庫中的數百個錄影片段 來評測出他的故事到底是什麼 這個遊戲的玩法和劇情在當初相當的創新 也因此獲得了不少的獎項 你有想過欠下大筆債務該怎麼辦嗎? 在迷走升空、碎件師裡 只要永久成為企業的賺錢工具就可以了 在這個遊戲中你可以體驗藍領階級太空碎件師的日常生活 裝備最先進的回收科技 開卸並切割太空船以回收珍貴材料 隨著裝備的升級你也能接受獲利更高的合約 然後向公司償還你的巨額債款 這次又來了一款時間黑洞的休閒模擬器 Farming Simulator 22 這個Steam投票為輕鬆切一類的獎項得主 讓玩家在四季中面對各式各樣的農業、軍務業和林業挑戰 你可以運用創意打造自己的農場 無論你想在法國南部打造清脆茂盛的葡萄園或橄欖園 或在美國中西部擁有一片遼闊的小麥、玉米、馬鈴薯和棉花田 遊戲中上百種品牌的機具和工具都可以讓你在農場上運用 來當個放鬆又好上手的快樂農夫 下一個遊戲是正統狙擊系列的最新作品 狙擊之神武 品作品中的戰役劇情讓玩家回到1944年的法國 男主角卡爾為了瓦解納粹的可怕計畫 海外行動而奮戰 遊戲建造了新的沉浸式環境 也提升了槍戰的物理和遊歷系統 讓玩家在瞄準時需要去配合到地心引力、風向和心跳 除了槍制的高度校正、自定化 入侵模式和玩家對戰也提供了不一樣的線上體驗 當紫片變成了你的口袋怪獸 搭配上戰棋和卡牌機翅 就成為了這次的新遊戲《紫片騎士》 在這遊戲裡,貝比和他的機器手臂以卡爾頓 就要透過此片騎士們的幫忙 鑽錢糊口,順便拯救一下世界 本作將卡牌與戰棋結合 玩家在組合了手中的卡牌後 可以召喚騎士們到回合制的棋盤戰場上打仗 該守衛風格是由另一個XGP遊戲 骰子地下城插畫師 Mairo Dobbeh所創作 這回最後一個新增的遊戲是 Pac-Man 博物館Plus 南曼宮的經典角色Pac-Man 在這次的合集中收入了14款令人懷念的作品 除了Pac-Man、Pac-LED以外 還有全新的Pac-In-Time、Pac-Man 256等等 除了經典的遊玩方式 還有橫向捲軸動作以及一隻遊戲等多種類型 其中還包含了5款可以兩人以上離線遊玩的作品 加上兩款可以兩人輪流遊玩的遊戲內容 這次的兩個新增平台的遊戲分別是Cricket 22和Skate 在4月來到服務上的版球遊戲Cricket 22 這次則是增加了PC平台 而原本就在主機上的滑板遊戲Skate 則是透過XCloud 一共給有串流服務的玩家享受 以上就是這次更新所增加的遊戲 完整的遊戲名單在這裡 你們最期待哪個遊戲呢? 這次更新的分享就先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